年度总结明星人设崩塌现场 王某人浅温柔儒雅堪称完美男人 然而离婚后却遭前妻法安文控诉 感谢你为娱乐圈年度塌房KPI做出了总结性的发言 随后某双胞胎组合的妹妹被爆出了与王某关系不明不白 结果遭其前妻亲自下场硬钢 姐姐这带着雷神之锤来了 罗某与女友在一起九年拥有十分甜蜜的曾经 然而分手后遭女方爆锤人设一夜崩塌 但是时间国理大师这人设应该是倒不了了 余某与亲子在综艺中十分恩爱一度让众人羡慕 我们俩现在这样我想起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了 特别甜蜜嘛 我们现在不甜蜜吗 对啊 因为这个甜蜜想起来刚刚谈恋爱的时候 感觉像结了婚了之后还像谈恋爱一样 然而却被爆出淡回找了个邻居神情人设直接倒塌 与小光深夜到酒吧玩耍 上车时一美女直接坐在了她腿上 她顺势揽过美女举止亲命 毕如真能生苦命啊 华某曾在节目中表示无法和旁人同床共枕 然而去爆出一蒙女性有了个孩子 不说了 大家自行体会吧 他们说记忆书神圣万行人不懂 so ah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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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so ah ha ha don't so ah ha ha 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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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